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氏漆 今天我们要来拆哈奇扑扑的新系列 森林奇遇 我已经把它们全都拿出来撑过重了 所以今天我会按照由重到轻的顺序来拆 具体重量和手感我会放在下面的评论区 12G基础款一个隐藏 看看最重的会是哪一只呢 哈奇扑扑也是有自己专属包装袋的IP 最重的是我们的小小石人花 这一只的造型我非常喜欢 看起来很独特 这个红跟绿的撞色就很乍眼 双手打开脑袋后面的石人花呢 也是张着一张大嘴 配上它这个皱着眉头的小表情 给人感觉奶胸奶胸的 石人花的背后呢还有一个鳄片 然后这种花巾上面还带着小刺 我感觉细节做的还蛮好的 第二只小小蘑菇 哇 它看起来就要乖巧很多了 带着一个蘑菇帽 蘑菇的君伞也变成了它的领子 双手跨在胸前 看起来背后应该是背着什么呢 是一个超级迷你版的哈奇扑扑 它是小王子吗 你看头上还带着一个小皇冠 第三只小小浣熊 它俩的这个动作 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呢 哈奇扑扑呢 穿上了一个浣熊的外衣 看起来呢 这种鼓鼓毛茸茸的感觉 另一边呢 就是一个迷你版的它 穿着一件灰色的浣熊外衣 它们俩看起来非常有活力的样子 第四只就拆到了封面款 小小冒险家 这只我很喜欢 首先是它这个黄绿的配色 就特别的清新 然后转过来看 它头上的帽子 就是一颗黄色的星星 上面还有珠光漆 身上的缩衣也是用绿叶做的 同样是珠光的效果 它的一只手呢 举起了一根树叉座的小夜灯 小夜灯还是荧光漆的哦 下一百克咯 这一只是小小幽灵 它的画风跟前几只还蛮不一样的 这是一只坐姿的哈奇扑扑 它的身上呢 罩着一个这种软硅胶的幽灵 小被单 是小被单吗 把外壳摘掉 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小宝宝了 它的姿势就还蛮有婴儿感的 应该是想要吓唬你一下吧 这一只是小小萤火虫 哈奇扑扑呢 是睡在了一个花朵一样 晶莹剔透的小底座里 然后它自己呢 就变成了一个萤火虫的样子 背面呢 有一对透明的翅膀 然后整个脑袋 都是这种星星点点的感觉 它的头部还有领口的叶子 包括这个小裤子都是夜光的哦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在森林里休憩的小精灵 这一只是小小牵牛花 它是一个闭眼的状态 仔细看它还有白色的睫毛味 然后整体看呢 是那种很雅的墨蓝色调 它给人的感觉还蛮治愈的 像是闭着眼睛 在享受宁静的夜晚 手里还拿着一朵 刚刚盛开的牵牛花 这一只是小小萤虫 它看起来好可爱 而且有一点点拘谨的感觉 是怎样 头上呢 戴着一个傻萌傻萌的 萤虫帽子 胖胖的小肚子 外面呢 是半透明的萤虫翅膀 然后你看这个翅膀的黑点上 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 小小狐狸 头发是明艳的这种橙黄色 狐狸尾巴 穿着一套非常板正的小西装 手里拿着礼帽和拐杖 但是看起来有一种小朋友 一本正经 学着大人打扮的样子 小小猫头鹰 这是唯一只手感漆的耶 虽然都是皱着眉头 但是它跟石人花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看起来呢 像是一个帅气的猫头鹰少年 整体是这种黑灰色调的 大大的翅膀包裹着它 还有一个拉夫领 怀里呢 抱着一块怀表 我们猫头鹰可是非常有时间观念的呢 下一支是小小树苗 这个又是有点呆萌属性的感觉 哈奇普普呢 坐在了一个树桩里面 头发变成了草坪的感觉 从脑袋里呢 破涂而出一颗小花牙 树桩是可以单独拿下来的 拿走的话 哈奇普普就是一个 撑坐在地上的造型 最后一支好好看 它叫做小小精灵 整体是这种亮面光油的感觉 帽子上还撒了星星点点 它的配色会让我想到 彼得潘就是特别有那种精灵感 背后背着一个大大的蝴蝶结 看它的姿势怎么感觉也有一点点生气啊 你看两只手背过来插在腰旁 就感觉在说 哼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 那就用这套萌盒 祝大家永远快乐吧 我也不然为什么要强行过六一儿童节 反正就过吧 拜拜